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见过杀人犯分尸的句子成为热门周边产品的吗? 你见过杀人犯被抓后还能悠闲地敷面膜抽烟的吗? 你见过警察争破头要跟杀人犯合照的吗? 虽然这些疑问听起来好像有些离谱,但它们却是真实发生的。 2017年5月25日,泰国警方接到报案,有人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尸体。 报案人是个农民,他在采蘑菇的路上闻到一股恶臭,之后在地里发现三块大铁皮,钢板下埋着两个黑色胶筒,胶筒里装着的,竟然是被一分为二的人体组织。 警方接获报案后,很快就抵达了现场,同行的法医随即对尸体展开检验。 尸体由肋骨部位被切开了一半,放进了两个黑色胶筒,并被埋在了泥土下。 由于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严重腐烂,死者的面容也被破坏得面目全非。 最后警方唯有透过死者身上的纹身才得以确认死者的身份。 死者名叫维利萨拉克林珠,十年二十三岁,是一名酒吧女公关。 根据一些报道,维利萨拉的工作实际上涉及到了色情的成分,然而她的丈夫对此事并不知情。 两人在事发前的三个月结了婚,然而成为了人妻的维利萨拉并没有修身养性,好好当一个贤惠的妻子。 反而是继续跟许多的同性友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。 因此,在对该案件进行初步的调查时,警方就把维利萨拉的丈夫和她的一名同性恋人列为了嫌犯。 整宗案件打着三角关系情杀案被媒体大肆报道。 但在警方深入的调查后,丈夫和那名女恋人都被排除了作案嫌疑,因为丈夫也是在案发后才得知妻子一直以来都在从事色情行业。 而女恋人因为曾经一早就致电维利萨拉的母亲,告知她关于维利萨拉失踪的事,所以她也因此而被排除了杀人的嫌疑。 既然不是情杀,那么究竟是谁这么痛恨维利萨拉,恨得必须对她下如此的毒手呢? 三角关系情杀案被推翻后,警方很快又有了新发现。 维利萨拉的银行户口从她失踪到遇害期间曾经多次转账。 资料显示,她最后一次出现在一家便利店的提款机前。 于是,警方紧咬着这条线索,顺藤摸瓜,在警方坚持不懈地调查下,案件终于迎来了一个重大的突破。 一个跟维利萨拉当过同事的女子,10年24岁的比亚努被警方列为了主犯。 还有另外两个帮凶,她们分别是25岁的查达以及28岁的阿皮万。 这三个人在维利萨拉遇害后就突然失踪了。 跟维利萨拉一样,年轻靓丽的比亚努也曾经当过酒吧女公关。 工作内容也一样涉及了色情的成分。 根据调查,比亚努在昆净府的一个破碎家庭长大,家里经营着一个农场。 她小时候的生活十分贫困,后来她花了一大笔的积蓄进行了整容手术。 除了从事酒吧公关,比亚努同时也从事成人直播。 外表交好,身材火辣的比亚努在面子书上相当活跃,她时常贴出名牌包包、鞋子、服饰等等奢侈品的照片炫富。 警方调查了四个人的人际关系和工作情况后,认为维利萨拉很有可能死于私院。 原来,比亚努和维利萨拉早在2016年就已经结了院,因为维利萨拉不但欠下比亚努4万泰铢。 而且比亚努怀疑维利萨拉向警方告发了男友藏毒。 在媒体的大肆报道下,比亚努从一个杀人犯变成了受万人追捧的网红。 人们甚至还称呼他为甜心杀手。 警方一直在寻找比亚努和他的同伙们,直到2017年6月,有人在缅甸发现了三人的踪迹。 当时缅甸一家商场的监控画面拍到了比亚努在若无其事的逛街。 于是,警方立刻展开追捕。 在多国的努力下,比亚努和同伙走投无路,最后唯有向缅甸警方投降。 三人在警方的讯问下,招供说,5月25日事发当天的凌晨, 比亚努让其中一名同伙以介绍工作为由,把维利萨拉骗到车内。 几人随即发生了争执和打斗,维利萨拉最后被措手掐死了。 事后,比亚努和同伙在度假村租了一间房,三人利用锯子、塑料袋、胶筒等等, 对尸体进行了处理,处理完毕之后就把尸体丢到树林里。 三人行凶之后还不慌不忙地梳洗化妆,然后才逃亡到缅甸。 这几个杀人犯被缉拿归案后,居然没有遭到万人唾弃,反而成为了网红。 由于比亚努长的漂亮身材又好,导致他在被捕时, 穿着的衣服和背着的包包都成为了网上的热卖商品。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三人在警局也获得了明星般的待遇, 警员们都纷纷跟他们合照。 为了照片出来效果好,警员还给了他们补妆的时间。 在警局协助调查的时候,三人不但跟警察愉快地聊天, 他们甚至还被允许抽烟和敷面膜呢。 不过荒唐归荒唐,最终比亚努和同伙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 比亚努和查达因为认罪态度良好,因此从终身监禁减刑到监禁34年6个月, 而阿皮万则是被判监33年9个月。 案件到这里就已经差不多说完了,凶手已经为犯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 可是纵观这宗案件,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, 泰国社会就对杀人犯的态度由好奇变成追捧。 甚至有人为比亚努成立了支持比亚努无罪粉丝团, 到底这个世界是怎么了? 朱拉龙宫大学心理学专家教授孙庞指出, 在泰国社会中大肆流行的比亚努现象相当不健康, 年轻人崇拜比亚努奢华的生活方式, 而非鞭挞他犯下的罪行。 而且,主流媒体也必须停止跟随社交媒体的潮流, 他们需要画下一条界线, 分辨对待罪犯和偶像的方式。 罪犯不是偶像, 他们不值得追随。 森庞教授认为, 如果传媒重视戏剧是故事多于真正的新闻, 则必然会造成巨大问题。 媒体越是正常化暴力, 会越发令人趋向暴力。 杀人犯成为网红这么奇葩的事, 你怎么看?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, 我们下周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